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7月份的购物分享 其实买的东西也没有很多 首先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这一个Lush家的肥皂 这个是Karma 我觉得它超香的 就是它那种香味是很疗愈的那种香味 它的家的肥皂都是手工做的 然后Karma的这个样子呢 是那种怎么说 深深的中橘色 现在包的还挺好的 是这样的颜色 它香味真的超疗愈的 有种木质调的那种味道 我很喜欢就是有时候我用的话 我放到洗澡间 我整个洗澡间都是这个味道 这个我很喜欢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你们那边有Lush的这个店的话 这个很好用 另外一个呢 买了这个Bioderma的这个 西装水 因为我之前用过它的那个红色的包装的 这个呢 是给相对来说比较 oily combination的 skin的 那个我觉得很好用红色包装 这个我就想说那个用完的话 我就要转这个试试看 这个蓝水 另外是两个手霜 一张是这个Janet的这个手霜 一个是Lavenda的味道 一个是Citrus的味道 Janet呢是澳洲的一个牌子 有机品牌 他们的手霜还蛮出名的 所以我就趁它打折的时候 买了这两支是40ml 它的包装也是比较简洁的 我就打开一个给你看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 其实它家的味道不是那么的喜欢 就是它家的香味 但是它的手霜还蛮润的 另外一个讲的是一个日本的产品 是Can Make的这一个24小时的树颜霜 它的包装超可爱的 你看一个星形 它的粉呢 是很细的那种无色的粉 就是这个我上网看了一下 好像它是可以号称你睡觉也可以用的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上了一些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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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护肤品有点太油的话 你就可以上这个 它里面是有别的美容成分的 是可以帮你晚上也可以护肤的 虽然它讲得那么神 并不是说对它有很大的期望 但是也是觉得好玩 就买来试一下 毕竟有时候晚上 我是觉得我的 就是上 上护肤品之后 我的T字尾有时候会出油 所以就想买来试一下 另外呢 是这一个韩国的 这叫什么 Creamer Creamer Lab吗 这个我是试了一下 它这个Snowfall Melting Cream 它真的是Melt 在你的手上真的会融化那种感觉 马上就推开 马上就融化 很舒服 这个我是在Maya买的 就是澳洲的一个连锁的 就是卖很多衣服啊 或者是化妆品啊 什么什么的 那个连锁店里买的 这个我还蛮神奇的 我就趁它打折的时候买 因为那时候Maya在搞活动 就是这种护肤品是打八折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还有Cinell的一个 我一直很想试的 所以这个韩国的东西 我也还蛮期待去用的 然后Cinell的这个 这个Cinell的这个Cinell呢 它是有 这个系列是hydrate的嘛 就是补水的 它有不同的质地 就是有Cinell的 还有Cinell的 我是比较OA里嘛 所以我就选了Cinell的 然后就一直很想用它家的东西 然后它打八折 就不是说这个牌子打八折 是那天Maya搞活动 全部的护肤品都是八折 首先它有个小烧烧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的 好漂亮哦 很期待的去 可以快点使用它 然后它还送了我两只小样 其实我是想要它们家的洗面产品 我想是好用的话我会买嘛 但是它没有 它只有两个卸妆的 它就给了我两只 然后后来我后悔 我应该问它要eye cream 因为我也很想试试它家的eye cream 好不好用 接下来呢是四支香水 因为我马上回国了嘛 所以就想给国内的人买点东西 然后那天Maya在搞活动 就是DKNY还有Juicy Culture都在打半价 还有还有什么牌子 还有DNG和Burberry都在半价 但是我就只买了这几个 我买了两只绿色的DKNY 然后一只粉红色的还有这个 这个我就不打开了 因为打算送人的 这一个苹果其实我一直都想买 但是觉得家里好多香水 其实真的不需要 但是它打半价 我想那就买吧 就很可爱的这个苹果 超高兴 接下来讲的是在Swaski 也是称它搞活动 因为是meet financial 不是meet夜宵 还是financial and or financial夜宵 它这个项链 我就一直很想买 我就买了 我觉得它近年来 Swaski它的包装好省哦 以前就真的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手势盒 现在就是一个纸盒 就是省了多少现在 好了我就给大家看看了 好漂亮的这种 就是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 然后配上珍珠 我觉得近年来 金黄色的首饰都蛮吃香的 然后有这种角度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我就买了这个咯 我不记得是半价还是七折了 反正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最后一个讲的呢 是一个小首饰是在那种韩国店 还是什么店买的 是这样的好可爱的一个小的耳钉 我就觉得它有点细节 有点 detail 但是又不会太枯燥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而且也是金色 有个小珍珠这样子 还蛮特别小巧的这样 好了那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分享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